保理人投米效监農業区 以到投米生態路由跟投米丫策 来建立到生态产的路由形象 最近也特别像生态路由 融入去文聪商品当中 也跟基南大学合作 八分加质中国家外议的都人人员 让来到这些外国有客 会等无疑见的问题 也会等到亲自体验投米生态知识 它本身是个绘本 这绘本讲着讲着 投米在地的小故事知识 由我们解说人员带着大家走 哇那解说起来好有感觉 投米效监農業厚苦推出 上新的文聪商品 将生态路由完全用在三片中 和生态路由提供不一样的体验 也会等到亲自体会投米生态传的水 透过游戏书的内容 各位可以去了解 投米的生态有多么奥妙 官网用双鱼来引导世界的朋友 跟周边很多的产业 把它引进用纸来做文创的产品 来做面纸的盒子 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家 除了上新的文聪商品 完成的路由博物 也希望众多米生态传 推向国座路由博物台 充分和纪南台传联合作 背分来自世界各国发教学生 和社区来信住民 提供七种国家议员的 渡南环业博物 因为这里有很多生态和我们那边的很像 所以就是说我们会用当地那些名词 或者是那种形容词来形容他们这样 来翻译给他们听 让他们觉得有亲切感 希望说以后不要说来陶米这个地区观光的游客 只仅止于我们自己台湾人而已 就是当然也是希望可以看到像美国的也好 英国的也好 就是一些讲英语 英语系国家的人 希望可以看到他们也来到这个地方 更认识陶米 我们先培训这些人 对陶米的基本知识以后 未来再跟现有的解说员 共同来协助这个翻译的动作 那最大特色是 我们这次的陶米外语领域是用转译的方式 因此他先理解了陶米的相关的资讯以后 他会用他母国的能够理解的名词或概念 来加以转译 我想这个游客听起来会更加认识一个地方 纪南台下游出也成立学生社团 不断配分学生导致都米休闲 六业风口的渡染翻译 希望在国家UK越来越多当时 去阴京加借国家路由人口 来跟土米生态船路由 也将土米生态船的入行 介绍到世界各国 为大家做世界级的土米休闲荣业 红乎做好准备 接着我们先彩虹报道 接着我们来听见 连接着我们来听见